世界No.1 膠州灣大橋化學國膠 山東膠州灣跨海大橋 6月30號通車 不過世界第一些什麼呢 豆腐渣掛 央詞記者發現 很多工人在這裡趕工 原來橋上面 很多防護欄連螺絲都未上實 有些路段 還連防護欄都未裝 有車失控的話 隨時衝入海 如果有螺絲鬆動的話 它不影響這個野路 但有些地方我看螺絲都沒裝 光插都沒插 你看底下的螺絲都沒有 萬一車有碰撞的話 怎麼會影響它的安全性呢 這個怎麼解決呢 肯定對這個車輛大橋的安全 車輛行駛的安全會有影響 當然啞了 它承認其實還要幾個月才可以完工 急通車 是要趕七一中共建黨九十周年慶典 網民就說 趕七一前通車 肯定是九官下的命令 害人不淺和 大橋全長41.58公里 連接青島和黃島 豪支100億元人民幣 用了四年時間興建